顽皮可爱就是我,我就是米小圈,米小圈上学季 少仙队风波,10月13日,星期一 今天班里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特别重大的重大事件 魏老师在课堂上宣布,班里将会有10名同学率先加入少仙队 这么光荣的事情,有谁不想赶快加入呢 江小牙第一个把手举了起来 老师老师,让我加入吧 魏老师笑了笑,说 江小牙,你的牙太大了,还不能加入少仙队 我决定让热爱劳动,学习努力的米小圈同学 先加入少仙队 教室里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老妈评语 啊,老师会说出这样的话 唉,我多希望魏老师能这样说呀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事实是,魏老师笑了笑,说 江小牙,加入少仙队可是有条件的 我赶快举起手来 老师,我知道,条件是不是牙太大的同学不能加入啊 魏老师一听我的话,马上愤怒了 拍着桌子说 魏小圈,你太没礼貌了 不许拿同学开玩笑 加入少仙队,首先要品德好 讲文明,懂礼貌 你知道吗 哦,老师,我错了 我赶快低下头 魏老师接着说 还要守纪律,爱学习,有诚信 魏老师说了好多条,我没有记住 但我想,这次入队,我是没希望了 放学后,江小牙和我失落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江小牙突然问我 你小圈,你说老师会选我们加入少仙队吗 我说,如果比学习,我们是肯定没希望了 但是如果比讲文明,懂礼貌 江小牙兴奋起来,怎么样 嗯,我想我们也没有希望了 呃,此刻我很失落,非常失落 老妈听你 你小圈,只要努力 妈妈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少仙队员的 加油 顽皮可爱就是我 我就是 你小圈 你小圈上学季 十经不媚的女魔头 十月十四日,星期二 今天,我的同桌李黎十经不媚了 她在上学的路上捡到了一块手表 为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表扬了李黎 并且宣布李黎成为第一个加入少仙队的同学 啊,老师,不要啊 以后李黎肯定对我更凶了 我在心里暗暗叫苦 我和江小牙都不服气 李黎这根本不算十经不媚嘛 她捡到的又不是金条 嘴多算十表不媚 可是,我和江小牙还从来没被魏老师表扬过呢 于是我提议我们也去捡点什么 也让魏老师表扬一下 说不定,魏老师会让我们也加入少仙队呢 江小牙提议我们去捡矿泉水瓶子 这样,我们就算十瓶子不媚了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 魏老师会表扬我们吗 我们这样子会不会让人家以为我们是清洁工呢 要不,我们就去捡钱包 江小牙说 捡钱包 对啊,怎么样 我的提议和好吧 钱包哪里是随便就能捡到的呢 我和江小牙在操场上赚了无数圈 别说钱包了 连一脚钱都没捡到 而且我发现我还不小心丢了五元钱 这可是老妈给我买午饭的钱呢 晚上我遭到了老妈的批评 老妈告诉我,我和江小牙不应该为得到表扬 为加入少仙队才去十斤不媚 那样是不对的 可是我真的很想加入少仙队 老妈告诉我,想得到表扬可以有很多种方法 例如,考试取得好成绩 给老人让座 帮助有困难的同学 老爸一下子蹦出来说 再或者,画一张超级好看的画 画一张超级好看的画 对啊 算了吧 这比取得好成绩还难呢 唉 看来被老师表扬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顽皮可爱就是我 我就是 明小圈 明小圈上学季 江小牙的好运气 10月15日,星期三 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今天一大早 江小牙就笑着告诉我 她在上学的路上捡到了一个钱包 我真羡慕江小牙的好运气 看来江小牙一定会受到表扬了 要是我也能捡一个就好了 或者能把昨天我丢的五元钱找回来也行啊 魏老师来到班级 江小牙一下子就跑上了讲台 把钱包交给了她 魏老师打开钱包数了数 里面一共有一千二百元钱 还有好几张金卡 哇 这么多钱 丢钱包的人一定很着急 江小牙坐在座位上 美滋滋地等待魏老师的表扬 魏老师正准备表扬江小牙 突然魏老师从钱包的夹层里发现了一张身份证和几张名片 魏老师拿起一张名片读了起来 大牙集团董事长 兼总裁江大牙 不对啊江小牙 你爸爸不就叫江大牙吗 我回头问道 魏老师大怒 把钱包重重地拍在桌子上 江小牙 你给我站起来 你这钱包是在哪儿捡的 这是你爸爸的钱包 啊 哈哈哈哈 全班同学都快笑趴下了 江小牙 你真是太勇敢了 我佩服死你了 江小牙站起来 特别委屈地说 老师 这真是我捡的 我爸爸今天早上 把钱包掉到床上了 我就捡起来了 魏老师哭笑不得 可是江小牙爸爸 以为自己的钱包真的丢了 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找到 中午他接到魏老师的电话 来学校把钱包拿了回去 晚上 江小牙可就惨了 腕皮可爱就是我 我就是 明小圈 明小圈上学记 遇见外星人 下课时 李李偷偷地在看一本 关于外星人的杂志 女生居然也会喜欢看这种杂志 真搞不懂它 这个宇宙中真的有外星人吗 如果有 那他们长什么样呢 他们也上网聊天吗 他们也有QQ号吗 李李就十分相信 这个宇宙里会有外星人 他还说 对于其他星球来说 我们地球就算是外星 那么我们人类 当然就算外星人咯 说不定有一天 外星人还会攻打地球呢 天哪 外星人好可怕 晚上 我去找江小牙玩 给他讲了一个 外星人入侵地球的故事 江小牙才不相信 有什么外星人呢 他爸告诉他 那些都是电影和动画片 编出来骗人的 突然 我发现星空里 有一个小白点 一闪 一闪的 小白点快速地移动 不一会儿 就消失不见了 江小牙 我觉得 那好像是飞碟 不可能吧 怎么会有那么小的飞碟呢 因为飞碟离我们很远呢 而且 为什么我们发现它之后 它就消失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 江小牙问 我想了想说 嗯 我们赶快去报告警察叔叔吧 就在这时 小白点又出现了 而且越来越大 越来越亮 我和江小牙赶快跑 突然 小白点变成了飞碟 一下子落在我和江小牙面前 在地上砸出了一个大坑 飞碟的门 打开了 从里面蹦出来两个和我们一样高的外星小孩来 他们长得很古怪 穿着盔甲 手拿着冲锋枪 脖子上 居然戴着红领巾 江小牙小声说 原来外星也有少先队员呢 我告诉江小牙 如果他们问咱们是不是少先队员 咱们一定得说是 不然 我们就死定了 两个小外星人 蹦跳着来到我和江小牙的面前 冲锋枪对着我们 问 你们是少先队员吗 我和江小牙赶快回答 是 是 而且我们还是第一批入队的呢 小外星人笑着说 哈哈 太好了 我们终于抓到地球上的少先队员了 我们可以交差了 我们被带上了飞碟 飞碟嗖的一声 飞走了 小外星人说 听说你们地球上的少先队员特别聪明 学习特别好 所以我们要把你们大脑中的优秀细胞 转移到我们头上 小外星人一按电钮 江小牙的电影开始工作了 突然飞碟里响起警报声 危险危险 此少先队员的牙超大 千万不可以带回星球 我是江小牙 我的牙不是很大呀 我爸爸的牙才超大呢 江小牙解释的 小外星人气坏了 才不理江小牙的解释 把江小牙扔下了飞碟 我吓坏了 这时 我的电影开始工作了 飞碟里又一次详细警报 危险危险 此少先队员花花特别差 无任何艺术细胞 就这样 两个小外星人 也把我扔下了飞碟 这时灯亮了 老妈把我从地上抱到床上 米小圈啊 你怎么又做噩梦了 噢天呐 原来是个梦 顽皮可爱就是我 我就是 米小圈 米小圈上学记 女魔头失踪了 10月27日 星期一 有的时候我会想 如果这个世界上 能有一所魔法学校 该有多好啊 如果我能学会魔法 我就能把米魔头同桌 变没了 她总喜欢跟我作对 总喜欢管我 如果她消失了 我就可以自己 独占一张桌子 还可以偷偷地看漫画书 玩游戏 别指飞机 再没有人告我的状 再没有人烦我了 今天 我的梦想终于成真了 女魔头同桌 竟然没有来 可是我还没有 找到魔法学校呢 管她呢 反正女魔头今天不在 我自由了 万岁 自己独占一张大桌子 就是舒服 书包放在李黎的椅子上 学习用品 我想放哪里就放哪里 我的胳膊 越像了也没人管我 真好 如果李黎永远不来 该多好啊 上数学课的时候 我偷偷地把漫画书 夹在数学课本里 装作认真看书的样子 我不小心 我不小心笑出了声 被魏老师给听见了 魏老师惊奇地看了看我 走了过来 啊不好 我赶快把漫画书 从课本里抽了出来 放进桌子里 米小圈 你在看什么呢 笑成这样 魏老师问我 没 没看什么呀 我就是觉得数学题 太有趣了 魏老师又问 数学有那么好笑吗 有啊 老师 魏老师大怒 米小圈 你还敢狡辩 你平时看书 都是倒着看的吗 江小牙在我后排大喊 哈哈 米小圈 你数学书拿到了 啊 我把书封面翻过来一看 果然 我的数学书拿到了 真倒霉 全班同学都笑了起来 聪明的魏老师 把我藏在书桌里的漫画书 给没收了 我好心疼啊 那可是我老爸 新给我买的呀 我在想 要是李黎在就好了 我上课看漫画书 她一定会阻止我的 我的漫画书 就不至于被没收了 晚上老妈告诉我 今天李黎的妈妈 没去上班 奇怪 难道她和女魔头 一起失踪了 什么呀 李黎得了蓝尾炎 刚刚动完手术 她妈妈去照顾她了 什么 动手术 那一定很疼吧 她还能不能上学了 老妈拍拍我的脑袋说 是很疼的 不过你不用担心 一个小手术 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我才不担心 女魔头呢 我那么讨厌她 我说过的 她永远消失才好呢 好吧 我承认我有点担心 只有一点点而已 给你 给她 我说了 Strategic 感谢观看